特朗普与特鲁多之间的口水战 有时占据了新闻头条 但加拿大一直是美国忠实的盟友 显然认为把宝压在华盛顿身上很安全 然而这种策略是得其反 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 一直与加拿大自由派特鲁多争吵不断 例如美国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贸易争端 以及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 加剧了这一争吵 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口水战 显然在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达到高潮 但不要被你所看见的所迷惑 在这段时间里 加拿大实际上一直在忠实地追随美国的领导 甚至复制了一些最时髦的政策 无论是在恐恶情绪失控之后 还是在与一些中东独裁者 达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之后 加拿大都为强大的邻国马首实战 对于记者哈苏吉被指死于美国在中东的 关键盟友沙特之首一事 加拿大的反应也明显有所保留 尤其是对一个自称是 人权狂热拥护者的国家而言 现在中国尝到了加拿大做美国应生虫的滋味 因为加拿大似乎决定 介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正在上演的经济冷战 此举适应美国政府要求而采取的 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中国电信巨头 涉嫌绕过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尽管调查至少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进行 但在此之前 有报道称 美国政府已着手一项任务 阻止其盟友使用中国电信巨头的设备 因为美国认为其设备存在安全风险 同时 美国仍在积极寻求与赢得与中国的贸易战 迫使北京接受它的条件 尽管同意休战 在一场代价高昂的经济战争 加拿大似乎认为卷边站本身还不够糟糕 还决定与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直接对垒 在强大邻国的阴影下生活了这么多年 加拿大显然忘记了模仿美国并不能让你成为美国 现在占世界经济约2%的加拿大经济 不得不独自承担这一决定的苦果 品尝这一苦果 特鲁多并没有等到太久 中国政府以安全相关指控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 中国消费者是加拿大俄服装公司的股价 在短短4天内暴跌近20% 该公司是今年加拿大股市表现第二好的公司 现在 面对中国对美国出价的愤怒 沃太华急切地希望挽回面子 避免本已具有爆炸性的问题进一步政治化 加拿大外长弗里兰警告美国不要干扰追求正义 此前特朗普表示 如果引渡案有利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利益 它可能会介入 然而事实上这可能已经太晚了 因为加拿大已经把自己逼入了困境 不管法律诉讼的结果如何 它要么得罪华盛顿 要么得罪北京 加拿大走上了背离公平正义的道路 这是赤裸裸的绑架 跟司法毫不相干 它是有预谋的政治行动 是美国和加拿大动用国家权力 对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治追杀 它披着法律的外衣荒谬地为美国的土匪罪行掩饰 由于美国是其唯一的大陆邻国 沃太华显然认为 满足一个外国的利益就足够了 但它似乎正在认识到 这个世界比它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是在对抗vision之下的 你说的心理 吃着